我們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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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阿彌陀佛 各位法師各位佛友 大家晚上好阿彌陀佛 請放長 我們繼續來修學 華言念佛三昧論 昨天我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其實整個華言經 可以就是說 它就是 導歸 普賢恨願 導歸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就是說 導歸在這一句阿彌陀佛上面 所以叫做法界葬身 阿彌陀佛 也就是華言經 它叫做法界之經 就在講這個法界 法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 那整個法界呢 最後其實就是 收歸在阿彌陀佛 無量光授 這句佛號上面 那麼 我們彭濟勳老師 是呢 為了要來充分說明這個道理 所以它在這部論裡頭 它就做了這個所謂的五門 這五門呢 第一個就是念佛法身 再來就是念佛的功德 再來第三是念佛明治 第四是念毗盧哲那佛 第五就是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那我們也是很快的來 大概挑一些重點 來了解這五個門 到底有講的哪一些東西 首先這五門 其實是它根據著 杜順和尚 我們知道杜順和尚是華言宗 華言宗的初祖 杜順和尚 那相傳它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 漢傳佛教它有這個八大宗派 有這個天台宗 對不對 有華言宗 有淨土宗 也有禪宗這些不同的宗派 有八大宗派 那麼其中華言宗 故名思義 它就是以華言宗 為最它主要的一個研究 跟說明 還有修行的一個經典 所以叫做華言宗 那麼華言宗呢 作為華言宗的初祖呢 就是唐朝的一位大師的杜順和尚 杜順和尚呢 它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法界關門 我們剛才講了 華言宗呢 它就是在講整個法界 是怎麼一回事 那怎麼樣修行 可以去把這個法界緣起的這個 不思議的境界 可以徹底的把它正道圓滿 所以這個華言宗就是這一回事 就是把這個法界不可思議的這個 道理跟現象呢 能夠真正的去徹政圓滿 那這要怎麼修呢 當然你去看華言宗 你當然慢慢去摸索 你或許可以多多少少 慢慢知道說華言宗可能是怎麼修 但是實在講起來 應該是沒有那個時間 也沒有那個智慧 也沒有那個智慧 所以祖師他就幫我們整理 最重要 最重要 華言宗如果要修的話怎麼修 那我們華言宗的初祖 杜順和尚呢 他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要修華言宗 來關這個法界 那基本上你可以按照這個 法界關門的一個次第 所以他這個法界關門 他就是要怎麼去關法界 他有三個關門 在這裡法界關有三個 所以你看他這裡叫特色三門 第一個就是真空觀 如果你要了解這整個法界 是怎麼一個回事的話 首先你要進入一個叫做真空 也就是波羅的境界 否則你是不可能了解這個法界的真實的狀況 昨天講了 我們現在都是看到念珠對不對 我們就執著 念珠好像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念珠就不是佛像 佛像就不是念珠 兩個好像是沒什麼關係的 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對一些萬法的理解 這個法歸這個法 那個法歸那個法 好像沒有什麼連結 對不對 沒有關係的 但是佛陀正道的境界 諸法不是沒有關係的 一切的法都是緊密的相連 過去的無量無邊諸佛 現在的無量無邊的諸佛 乃至未來無量無邊的諸佛 大家就是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這個叫做真實的法界 真實的法界是這樣 但是我們凡夫都把它切割了嗎 對不對 我們凡夫都切割 都切割什麼 金剛金角色 我們都叫做我像人像 再來呢 眾生像 受者像 對不對 所以都切割了 會成 那是會成的事情跟我無關 對不對 那張三禮世 我姓王又不是姓張 那是他姓張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切割 這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的東西 This is my money 對不對 Not yours 我們就一直在切割 所以我們都沒有看到 法界的實相 我們看到的都是我們自己虛妄的 執著分別相 對不對 這是我的 我的車子 我的房子 我的錢 我的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看到的都是這些 所以你沒有看到實相 你沒有看到實相 也就是你沒有辦法像金剛金角色 沒有我相 沒有人相 沒有眾生相 沒有受者相 當你真正能夠去放下這些我人眾受相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進入到這個諸法的實相 那我們在引金剛金講的 譬如說 什麼叫做諸法的實相呢 譬如說這條念珠對不對 金剛金如果 金剛金來講這條念珠他怎麼講 說念珠怎樣 即非念珠 所以呢 回去 你就看你的老公對不對 老公 老公 即非什麼 即非老公 四名老公 老婆也不要高興 那回去呢 老婆怎樣 即非老婆 四名老婆 這樣你就慢慢就見到諸法實相 過去都不是啊 老公 老公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所以他不怎麼樣 你就煩惱就起來了嘛 對不對 老婆 老婆 老婆怎麼回去都沒有飯啊 沒有熱飯啊 沒有做這個沒有做那個 你在做什麼 Suppose 對不對 Suppose 優秀 嘟嘟嘟嘟什麼 嘟什麼 對不對 所以 你就起煩惱了 我們認為 老公應該是怎樣怎樣 老婆應該是怎樣 如果他沒有按照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就 我們就crazy mind 就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就發狂了 但是其實 一切法就像金剛經講的 說什麼什麼什麼 即非什麼什麼 世民什麼什麼 這個才是諸法的實相 好像昨天講這個念珠 其實它不是真的念珠嘛 不是真的有一條念珠 它其實是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珠子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條線 對不對 串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認為說 這是一條念珠 其實沒有真正的一條念珠 就是有一條線 還有很多的珠珠 對不對 然後串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開始說 這個叫做一條念珠 叫做念珠 的概念就出來了 所以它只是一個名字嘛 世民念珠 它只是一個名字 一個概念 它並沒有它真正的實體 這個念珠呢是這樣 那我們呢 念珠你可能不會很執著 為什麼 掉了再買一個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是老公怎麼樣了 老婆怎麼樣了 兒子怎麼樣了 你因為我們大家都會認為 我們應該都會 我們就 suppose 對不對 我們都會認為說 誰誰誰 我的父母應該怎麼樣 我的兒女應該怎麼樣 甚至應該 我可以怎麼樣 對不對 什麼叫我可以這樣 你看 我這麼努力 我這麼用功 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有賺到錢 或者你看我這麼努力讀書 為什麼就是考不好 我對這個女孩子這麼用心 為什麼她卻跟別人走了 我們有太多的自己認為 說誰誰誰應該怎麼樣 或者我應該可以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呢很多 有一句話說 人生不如意啊 時常什麼 八九嘛 其實是講的含蓄一點 不如意其實是99.9 真的啊 不如意的事情是99.9 這很多不如意 那我們都是苦中作樂 比較多苦中作樂 明明是很苦啊 可是只好怎樣 所以就叫知足常樂嘛 對不對 你稍微轉個念頭 就好像又還好 還過得去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呢 這一切法 那只是在我們腦海中 一種一個概念 那不是真的有一個真實的法 的存在 這個叫做諸法的實相 這個就是他的法界觀門的第一觀 叫做真空觀 就是念諸即非念諸 世民念諸 並沒有真正的念諸可得 所以念諸只是一個我們腦海中的一個 一個概念 甚至就是一個妄想而已 比如說你說我們很在乎錢啊對不對 名利嘛 名利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錢是什麼 錢是那一張紙嗎 現在很多都是叫做 叫做電子支付 有沒有聽過啊 電子支付 要不要帶鈔票了 不要了 對不對 你就這個Google Pay 還有這個Apple Pay 現在都什麼Pay 什麼Pay 對不對 就可以啊 你看 錢在哪裡 已經沒有 本來以前一開始還需要有什麼鈔票 對不對 現在呢慢慢的怎樣 不太需要鈔票了 是不是 現在 我要付什麼多少 點一點啊 掃一下 ok 對不對 我要跟你收錢 要charge你 掃一下 ok 錢在哪裡 你已經找不到錢在哪裡了 錢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一種Digital signal 對不對 數位訊號 現在的錢叫做數位訊號 當然啦 有一些人 有一些經濟專家還是警告我們還是要留一些紙鈔比較安全 為什麼 萬一停電了就麻煩了 這不是開玩笑的啊 你看現在烏惡戰爭在打 對不對 哎呀 沒有電啊 我幾百萬 現在掃不出來沒電啊 怎麼辦 一切歸零 一切歸零 但是他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說什麼叫做錢 不管他是紙鈔也好 或者是他的數位的這些訊息對不對 數位的 你的帳號是什麼 你的條碼是什麼 對不對 你看現在師傅要給你們紅髮訊息就是 QR code給你就好了 你拍一下對不對 對不對 已經慢慢這些紙張的越來越少 但是有的時候還是就是沒有辦法全部啦 為什麼 萬一沒電了對不對 現在 現在以後師傅獎金慢慢有一天就變成叫AI AI的會前髮師來紅髮 會喔 就是這樣 你就戴一個眼鏡 現在眼鏡還可以做很大 慢慢的這個 這個到最後呢 就有點像這個駭客任務一樣 你現在是眼鏡戴得很大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個虛擬世界 慢慢的他就科技還有生物越來越結合 就是說那個晶片呢 他就慢慢可以做成好像就直接 直在你這個眼眼睛裡頭了 其實我們的視神經 視覺神經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很多的訊號而已嘛 有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有光 有什麼顏色對不對 透過我們的眼睛 然後到了我們的視網膜對不對 那我們視網膜他有很重要 就開始就把這些光的訊號變成 叫做電子的訊號 就是我們人體的電路 我們人體的網路 我們的人體的網路 這網路呢把它送到我們這個什麼 大腦這個資料庫對不對 還有它的CPU全部都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叫做阿彌陀佛 你看到這個樣子的 這個叫阿彌陀佛 你看到這個樣子的 觀世音菩薩 你的 就在你的大腦裡頭運作 其實它就是電子訊 就是它的訊息在處理對不對 所以人腦跟電腦其實在某一些方面 它是可以說是一樣的 它就是一直在處理這些訊息 在分辨這些訊息 所以一切法 一切萬事萬物 只是你大腦的訊息出來的一個解讀的現象而已 一切的萬法 一切的萬法 所以叫做萬法為事 萬法為事 或者叫一切為心照 就是說這所有的你眼睛看到 耳朵聽到 其實最後是你的腦海裡頭的一種 一種分別而已 一種訊息處理出來的最後的結果 那真正的法是什麼 其實沒有真正決定的法 沒有真正真實的法 因為你能夠認識到的 都是透過你的感官 對不對 透過你的感官 然後在你的這個八四田中 產生的一種辨識的結果 分別的結果 所以並沒有真實的法 可得 好 這個就是真空觀 這是真空觀 所以我們有時候 你看我剛才講的 你執著 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這些金錢 這金錢你看有的時候是鈔票 那有時候現在變成電子信號 那現在你的財富到底是什麼 在雲端 你的財產現在很多 都是在雲端 對不對 你說雲端在哪裡 你很難說它在哪裡 對不對 但是你一輸入訊息它就出現了 你一輸入訊息 就是說你跟它有連上的時候 這個現象就可以產生 這個現象就可以產生 所以這法界緣起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跟佛一相應 佛就出現了嗎 你說佛在哪裡 其實佛在哪裡 就跟我剛才講 你現在的鈔票在哪裡 你現在已經很難說你的鈔票在哪裡 對不對 現在你的財產很多都是在雲端 對不對 有啦還是有些人在枕頭下面塞了很多 也不是完全沒有啦 也還是有 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放在銀行嘛 對不對 放在銀行 甚至很多的交易啦 還是什麼 全部啊 你包括什麼股票啊 基金啊 全部也都是怎樣 你看那些符號 對不對 說你現在好像不錯 在漲漲漲 或者很不好在跌跌跌跌 那東西在哪裡 你也吃不到 你也碰不到 你也摸不到 都是莫名其妙的 看了那個盤 好高興 或者看了那個盤子 你又好難過 可是那些東西在哪裡啊 你不知道 所以 但是你 他雖然是這樣 可是你 你當你連線的時候 你去做一個支付 或者取出 對不對 的動作 欸 這個鈔票那就可以出現了 所以呢 佛啊 有時候你很難說佛在哪裡 但是你的心一跟它相應的時候 佛就在你的面前 這一樣的道理嘛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第一個是真空觀 再來就是理事無礙觀 所以他說真空觀 真空門呢 就是前面的念佛法身 也就是說他現在先 這個五門呢 其實前三門是配合的 這個杜順和尚的法界官門的三觀 那第一個念佛法身就是他的真空觀 就是他的真空觀 也就是要 觀照到這個波羅十相 照到這個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構不盡 不增不減 這個就是真空觀 這就是你要能夠 真正能夠修法界官門的話 第一個第一個你要先能夠 照見五運皆空 你能夠知道這個四諸法空相 那你才有可能 再進一步去修到更深 更深廣的這些官門 那第一關就是真空觀 那就是念佛的法身 我們知道佛的法身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無相 就金剛講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這個就是他的法身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所以大家回去 你看到的老公 就是看到佛了 為什麼 老公即非老公 諸相非相 你就見到什麼 你就見到佛了 不要懷疑 這是金剛經講的 你回去看到 老婆好像不是老婆 恭喜你 你又見佛了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什麼 這是佛在金剛經講 若見諸相 非相 則見什麼 如來啊 所以佛不難見的 時時刻刻都可以見 譬如說 唸諸 對不對 唸諸即非唸諸 世民唸諸 不是只有世民唸諸 他你見到這個道理的時候 你就見到佛了 唸諸即非唸諸 唸諸相即非唸諸相 那你就見到佛了 諸相非相 責見如來 對不對 這金剛經不是嘴巴拿來念念這樣子 你要真的要怎樣 依照經文去觀 依文做觀 所以不是拿來念念唱一唱就好了 這樣當然也有他的功德 但是呢 他說如說修行者更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更好是說你要能夠按照經文這樣去觀去修 若見諸相非相 責見如來 這個如來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 真空觀 所以這第一個你要 學華言呢 也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學華言 你必須要有剝裔的基礎 如果你這也放不下 那也放不下 你怎麼有辦法 進入到不思議的華言的境界呢 所以呢第一個你想要能夠正到 這個諸佛菩薩的不思議境界 你首先你要怎樣 你要照見五印皆空 你不要去取相分別 不取相如如不動 那你就可以慢慢的 去見證到說華言的境界 第一個真空觀 這關可能就要修蠻久的 對不對 第一個是真空觀 那第二個叫理事無外門 那他原文就是理事無外觀 理事無外觀是什麼呢 心經已經講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這個就要理事無外觀 這條念珠看到有它的形狀 對不對 就是有它的一個色相 那色即是空 所以呢 念珠其實就是空不可得 那可能你心裡想 念珠不可得那怎麼辦 就不要念了嗎 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 錢也是空 不可得 那就不要用錢了 反正都是空的 這樣不是正確的了解佛法 你這樣偏空了 誤解空了 所以呢 要理事無外 就是說念珠就是空 可是空也不妨礙什麼 也不妨礙念珠 錢是空的 可是空呢 也不妨礙我們去 把錢用在有意義的地方 對不對 接下來 理事無外 二帝圓融 像今天不是有拜這個八十八佛 對不對 我不曉得應該就是大懺悔文 八十八佛 其中有一句 二帝融通三昧義 有沒有拜到這句 二帝融通 二帝融通就是要理事圓融的意思 什麼是理什麼是是呢 理就是講這個空性的道理 譬如說這念珠是空的 一切法都是空的 沒有錯 這是理 理的確它是空的 可是呢 這個空你不能去執著吧 這個空呢 它遇到圓 遇到圓 因緣聚會的時候 它就會顯現一切的法 所以呢 本來沒有念珠 本來沒有念 本來是空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有人去種這個菩提樹 去做這個菩提子 然後把它整理 然後有人又用線把它穿起來 就出現念珠了 所以這空 空即是色 所以這空不妨礙 在這些眾因緣合合的時候 它就現出這個現象 叫做是 所以是 是就是緣起的事項 因緣合合的事項 你看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些事情 所有的人事物 它都是一種因緣合合的現象 對不對 對不對 譬如說你看 今天我們在這裡講課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因緣合合啊 有淨土犯音邀請我來講佛法 那大家呢 可能是看到訊息 可能是朋友 要你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很多的因緣 成就了什麼 這場的法會 所以這就是 所有的法 它就是因緣合合 具足的 對不對 再講簡單一點 譬如說我前面這一盆花 對不對 你看這前面這一盆花 是不是要好多的因緣 第一個 要有人去種啊 對不對 種了 它還要跳去市場賣啊 然後我們還要有人去買啊 買完了還要有人怎樣 把它插好啊 插好之後 還要把它放上來啊 對不對 你看這好像不怎麼樣 這一盆花 它也是好多的因緣 合合啊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說 你如果去觀察這一切的現象 它都是要 好多甚至呢 就是無量無邊的因緣 才有你現前的任何的一個法 都是無量無邊的因緣 不可以少 善根因緣 所有的法 事實上都是不思議因緣 每一個法都不可思議 所以才叫做一即一切嘛 一也是不可思議 無量也是不可思議 那一跟無量不就沒差別 都不可思議啊 你就很難說一比較小 還是無量比較多啊 對不對 因為 他也是不可思議 他也是不可思議 兩個不可思議 哪一個不可思議比較多 多跟少都是你的思議分別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跟你講不可思議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用多跟少 還是大跟小 還是好跟壞去想它了 因為你一旦去這種多跟少 好跟壞去想它 它就開始變成思議了 那就不是不可思議了 所以這理事無礙呢 就是說 如果你常常能夠惡地緣容 去看到說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上面 可以做到 叫做隨緣不變 不變 不變 隨緣 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呢 這個很高的 這就是菩薩的一種 很高的修行 隨緣不變 就是別人不管打我罵我 或者讚嘆我 可是我怎樣 如如不動嘛 隨緣不變嘛 那不變隨緣呢 就是說 我不起心動念 別人要我幫什麼忙 我就隨順因緣的 張三需要我幫忙 我就來幫張三以下 對不對 那理事需要我幫忙 我也來 我就來幫 就好像 觀世音菩薩一樣 對不對 觀世音菩薩有求怎樣 必應 就是有因緣 對不對 張三跟他求 菩薩就說 好啊 我就幫助你 因為你有這個善跟因緣 你會念觀世音菩薩 我就來幫你一下 那理事也來念觀音菩薩了 那我也來幫助你一下 牽手牽眼 對不對 但是要有緣啊 你必須跟他有緣 你要怎麼跟佛菩薩有緣 有緣的意思就是要連線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跟佛菩薩連線 那就是下一門叫做 念佛名字 稱念佛名就跟他連線了 對不對 比如說 你要找我對不對 你怎麼找我 匯前法師 匯前法師 對不對 我就馬上回頭了 不是嗎 就馬上就連帳了 對不對 結果你要找我 你不叫匯前法師 你叫匯成 匯成 匯成 對不對 你叫匯成超群也不理你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就要叫他的名字嘛 對不對 你叫做名字的 那個緣就不對了 是不是 那緣起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名號還是蠻重要 這個法界雖然是空的 是不可得的 可是它有緣起的妙用 你不能否定掉 所以你要找匯前法師 你要叫對名字 那你要找匯成 你就不能叫浩翔 對不對 你一定要叫對名字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尷尬 有時候 不小心把人家名字記錯了 某某法師 某某法師 然後那個法師就瞪著我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緣起不對了 緣起不對 所以第三個門 周遍韓文門 就是透過這個一個名號 周遍韓文 就是一切的佛菩薩 他可以搜射在這一句佛號裡頭 叫世事無礙 世事無礙 所以前面那個叫做李世無礙 那這第三門 它叫做世事無礙 而且透過這個佛號的名字 來去彰顯的是世事無礙 所以叫做念佛名字 所以呢我們這個彭老居士呢 他這個很舒服 他說你看 第一個念佛法身 就是講這個真空觀 念佛法身就講真空觀 再來第二個念佛名字 念佛功德 這個其實就是講他的 暴化身 那這個就是他就說 他就說李世無礙觀 李世無礙 因為其實法身跟暴化身呢 他就是一個是法身是講理 暴化身就是在講世 所以法身能夠出暴化身 那暴化身就是法身 這就是一種李世無礙觀 所以在念佛功德 出身這個暴化門呢 他就是要能夠李世原容無礙 這個是配他的第二個觀門 叫李世無礙觀 再來念佛名字呢 他說這個就是他的世事無礙 後來周遍寒容 也就是一極一切 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整個法界葬身 所有的法界 所有的一切萬法 諸佛菩薩 乃至整個華葬世界海 就在這一句阿彌陀佛裡頭 所以叫做法界葬身阿彌陀佛 所以他這老居是 我們昨天講他是大學霸 很厲害的 所以他的讀華焰金非常通達 所以連我們印光大師 也很讚嘆他的 對不對 念佛法身就是他的真空觀 念佛功德就是他的理事無礙觀 再來念佛明治 那就是他的周遍寒容觀 也就是說他寫這樣子 其實是有配合 杜順和尚的法界觀門 所以他不是隨便亂寫 他是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 而且是根據著祖師大德的這種 修行來寫的 那麼第四跟第五呢 第四個他念毗如遮那佛 其實毗如遮那佛 其實也就是所謂的法身佛 我們唱共佛 供養清淨法身 毗如遮那佛 有沒有 有沒有唱過這個 供養清淨法身 毗如遮那佛 毗如遮那佛 毗如遮那佛就是這個範文 他意思就是所謂的大日 所以有時候大日如來 那通常 講到大日呢 通常就是用太陽 來譬喻諸佛的法身 太陽 因為你看太陽是不是騙照 所以大日如來 或者毗如遮那佛 它意思就是日光騙照 所以就法身呢 這個法身就像太陽一樣 它騙照一切 然後它也成就了一切 你看今天我們地球上所有的 不管動物植物 還有所有的能量 都是從哪裡開始啊 都從太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 第一個 我們說現在你說 你覺得你現在用石油 好像跟太陽有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你用石油 但問題你的石油怎麼來的 你的石油其實就是地下 這些過去的這些植物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是動物 它經過在地球下面很久 它變成一種液態 或者是氣態 變成一種 很容易燃燒的一種物質 叫做石油 好 好了 那地球上的植物怎麼來了 一定要有光合作用啊 對不對 你現在腦海裡看看 有沒有哪一個植物 哪一顆種子 你把它放在 完全黑暗的角落 然後它會發芽的 有沒有 有沒有哪一種種子 是可以這樣的 沒有嘛 也就是所有的種子 要發芽都要怎樣 都要見光啊 不是見光死 是不見光會死啊 要見到太陽光 它才有光合作用 或者光的一種刺激 它裡頭的生物的機能 才會啟動 才會啟動 所有的植物都這樣子 我們知道 所有的動物都是從 所有的動物就是 要吃植物嘛 你 當然比較高的植物 生態鏈說 沒有啊 獅子老虎不吃植物 它吃牛 牛要吃什麼 你要吃草啊 所以老虎獅子 還是要間接吃到植物 不是嗎 所以你看看 所有地球 的所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東西 是可以脫離太陽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 所以你看 有一些宗教 它是拜太陽的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拜太陽的 像尤其你看 這個 古羅馬 或者是這個 埃及啊 他們把它叫做太陽神 有沒有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說 這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跟太陽有關係 好像是太陽示給 你看 每天太陽都要出來啊 如果哪一天太陽不出來了 那怎麼辦 那地球就shut down 所以 在以前的人 他看到 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必須 有太陽 所以他們就 把太陽好像當成一個神一樣 對不對 就是說 這一切都來自他 所以 日光片照 所以當你有這個 法身 也就是有這個波羅 智慧的時候 你震到空性的時候 震到這個 無我 無我人眾受相的時候 你的智慧光明呢 可以騙照一切 這個就叫 匹如遮那我 那 也就是說 你常常如果去念到這個匹如遮那我 你就可以進到這個 這個華眼的法界觀們 法界觀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好像 地球上所有的一切一切都 從太陽來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所以說 這個日光 那 諸佛菩薩的所有的成就 都來自他的法身 就好像所有地球的一切都來自太陽 所以所有諸佛菩薩的成就說 來自他的法身 法身的功德 法身功德 那麼 法身的功德 其實我們在座每個人現在都是具足的 法身的功德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具足 唉唷 那我現在也具足 為什麼感覺不到呢 因為 你沒有啟動 你沒有啟動 很簡單 雖然你也有太陽 可是你的太陽現在被烏雲遮住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啊 你看我們前幾天不是 這兩天有時候下雨下很大 對不對 下很大 然後有沒有看到太陽 沒看到太陽 但是太陽在不在 太陽在啊 它還一直 不斷的不斷的在那邊發光發熱 對不對 可是你有感覺到嗎 沒有 因為你現在在烏雲密布啊 對不對 它雖然在那邊發光發熱問題 你現在在這邊烏雲密布 所以你只能下雨啊 你看不到太陽 我們心裡頭烏雲密度的時候就可憐了 對不對 我們心裡頭的烏雲密不就是煩惱嗎 煩惱仇雲 有沒有 為什麼叫仇雲啊 像天上的烏雲一樣 看不到太陽 貪稱痴 我們的執著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習氣 弄得我們看不到我們的自性光明 其實太陽都一直在的 可是現在你自己烏雲滿布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太陽 所以這譬喻是很好的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跟阿彌陀佛 跟釋迦摩尼佛 跟十方諸佛 其實我們的自性光明 我們的法身 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就好像太陽 對不對 你看我們新加坡的太陽 跟台灣的太陽 是同一顆太陽還是不同的太陽 同一個太陽 我們現在北半球的太陽跟南半球的太陽 是不是同一個太陽 是同一個太陽 但是現在北半球是夏天 南半球現在是什麼 冬天 對不對 但是是同一個太陽 那就是因緣不一樣 所以雖然是同一個太陽 受用程度不同 所以我們跟諸佛菩薩 我們可以講從來 我們跟諸佛菩薩 是受用同一個太陽 受用同一個法身 我們的法身是同一個法身 就好像我們都是同一個太陽 但是現在我們新加坡是晚上 美國現在是白天 太陽有沒有變 沒變啊 可是地球在轉啊 所以就變成有的時候 你是白天有的時候是晚上 其實我們以前會認為說 到了晚上太陽就躲起來了 太陽有沒有躲起來 沒有嘛 太陽沒有躲起來 它還是一直在放光放熱 對不對 它沒有躲起來 可是我們的因緣改變了 所以就從白天變成晚上 然後再過了幾小時 太陽出現 好像我們覺得 太陽又出來了 太陽哪裡有出來 它一直在那裡 它沒有出來 它也沒有消失啊 所以這就叫不生不滅嘛 對不對 太陽有沒有出來跟消失 沒有 它一直在那裡 但是我們自己在轉啊 我們自己在轉 我們就覺得說 它好像出來了 它好像又消失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些 每次的這個 Happy New Year的時候 那麼多人對不對 就要去看那個什麼 太陽 這個心裡的太陽出來了 對不對 看那個第一個曙光 這用佛法來看 太陽根本就沒有出來啊 所以只是因緣在轉變 太陽是沒有出來跟消失的 所以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佛性有沒有生滅 我們佛性沒有生滅的 就跟那個太陽 我們的法身沒有生滅的 可是你卻有受用跟不受用的差別 就好像太陽啊 現在到了晚上你就受用不到它了 它其實還是在那裡啊 它沒有消失啊 但是因為你的角度的不同 它的光跟它的熱你就受用不到了 對不對 但是你再轉一轉 又照到了 所以我們的法身就跟太陽一樣 其實它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它沒有生也沒有滅 可是 因為我們自己有沒有修行 就會造成這個法身有沒有顯現 能不能受用的差別了 這一差就差很大 就好像白天跟晚上差很多啊 是不是 白天晚上差很多 那所以有修行跟沒修行也差很多 雖然我們的法身是一樣的 雖然太陽是一樣的 雖然太陽都在那裡不變 但是白天跟晚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境 雖然我們的法身是一樣的 可是你有修行跟沒修行 你的夜報就差很多了 是不是 你有修行 你顯現的就是一種 佛菩薩的形象 佛菩薩的慈悲 那你沒有修行 那就是三二道 第一二鬼俗稱 對不對 很苦的 雖然你的法身還是一樣 可是你受用不到你的法身 就只好受苦 好像你轉到地球的另一邊 你就看不到太陽 你就在黑暗裡頭 你就在黑暗裡頭 所以我們在修行 其實就是要把我們的法身顯現出來 把法身顯現出來 那要顯現這個法身 最簡單最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念佛 所以這就是他第三門 念佛明治成就 最聖方便門 雖然我們都有法身 可是佛菩薩有修行 所以他現在已經有暴化身了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也有暴身 但是我們是夜暴身 來受暴 我們也是暴啊 我們是受夜暴不是嗎 佛菩薩也有暴 對不對 但是他的暴都是什麼 清淨的暴 對不對 殊聖不可思議的暴 我們都是很可怕的夜暴 什麼是很可怕的夜暴 最近的就是COVID-19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夜暴啊 這也是暴啊 對不對 我們雖然跟佛菩薩一樣是法身 有法身 可是他受的是清淨莊嚴 像極樂世界這樣的寶 我們受的就是說佛世界之類 五濁二世的寶 那他就是好像白天我們是晚上一樣 但是太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現在呢我們如果想要把我們的這個法身 能夠顯現出來跟佛菩薩一樣的話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 那最簡單最方便最殊勝的辦法呢 就是念佛名字 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念佛在念什麼 在念什麼 就是透過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 把我們的自信親近的這個法身佛 顯現成為爆化身 我們就會跟諸佛菩薩一樣 簡單講啦 就是說我們本來都是在晚上黑夜對不對 可不可以變成白天可以啊 地球就給它轉一下就好了 地球就給它轉一下 我們就黑夜就怎樣 就變白天了 大家不要笑喔 這個很有道理啦 我們就是要給它轉一下 我們就變成爆化身了 這就叫做轉世成智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所以這個轉地球啊 佛法就是有在用 地球轉一下 黑暗 黑夜就變成白皺了 對不對 地球就給它轉一下 你馬上就變成白天了 黑夜就變白天 我現在煩惱重重對不對 那就像黑夜一樣對不對 沒關係 轉一下 轉一下 所以我們學佛啊 大家常常聽開始 要轉念嗎 有沒有 學佛為什麼要轉念 那你就知道 就是地球給它轉一下 黑夜就變成白天了 會轉啊 不會轉呢 就白天變黑夜了 什麼叫不會轉 明明是人家都對你很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不會轉 對不對 不會轉就是 人家本來是想 對不對 比如說人家 人家這個供養師父啊 供養師父對不對 很誠心的 他已經盡他的最大努力 最好的心意來供養我 我還嫌他 那就我不會轉 對不對 你看佛很會轉 佛怎麼轉 這小孩子在海邊在玩那個沙子 對不對 玩沙子 玩很高興啊 看到佛陀來了 他們好高興 他們就拿著沙藥去供佛 有沒有 有沒有讀過這個故事啊 有沒有 人家說 這小孩子 這佛你怎麼可以拿這個東西來供佛 對不對 其他人就說 佛陀說 你們不懂 佛陀好高興 來接受什麼 這些小朋友說 好好喔 好好啊 我很喜歡喔 你供得無量 對不對 你看 同樣 同樣是拿沙子供佛 佛會轉 其他人不會轉 不會轉他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拿沙子供佛啊 就在那邊起煩惱 對不對 佛陀很會轉 你看 這小孩子 他玩得這麼高興 就表示說 這個東西對他來 是很好的東西 對不對 他很喜歡的東西 對不對 他把他喜歡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願意拿出來供佛 他表示說他是 他對佛是很有敬意 這不是他不要的東西嘛 對不對 不要的東西 不要拿來供佛 你都不要了 你還拿給佛 所以這個小孩子 他是 是他喜歡 他覺得很好的東西 拿來供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會轉 你看同樣事情 會轉不會轉 一個就變 會轉就變成佛啊 不會轉就變什麼 就變反覆了 比如說我們說 COVID-19 對不對 也是一樣 你看你會轉還是不會轉 COVID-19就是這樣 會轉的話你就會說 哎呀你看 佛菩薩已經在給我們上課了 對不對 你就不會怨啊 你就不會擔心害怕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這個佛菩薩就告訴我們 你看這世間無常啊 那不可以貪戀這個色身 對不對 就算我們確診了 我們也是要想說 你看這個佛菩薩 給我們一個 一個摩寧考 摩寧考 來 五印皆空 Test一下 你不是第一個要真空觀嗎 來 給你確診一下 看你空觀 觀得怎麼樣 對不對 不是說我們故意要去確診 不是啊 而是說 很多的事情呢 他就是因緣合合 他就發生了嘛 不是你想要 他就 他就會來 也不是你 不想要他就不會來啊 是不是 他是因緣到 他就來了 那也因緣到他就走了 不是說你想要還是不想要 他就是因緣 他就是因緣 所以說呢 我們要匯轉 所以呢 在我們華元 華元中啊 這個也是杜順和尚 他有一個叫做 十玄門 剛才講他有一個叫做 叫做法界關門嘛 對 真空關 李氏武愛關 周篇 另外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思想著作叫十玄門 這十玄門呢 我們就講跟大家分享 有一門啊 有一門他叫做什麼 唯心迴轉善成門 唯心迴轉 就是 其實學佛 簡單 他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說 學佛其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 就是看你會不會轉 那個迴轉 迴轉 你會轉 你很快你就成就了 你不會轉 明明很好的事情 你就怎樣 你就一直越轉越下去 其實你看 譬如說 有些人 我們看他其實他蠻有福報的 你看又有錢 又有閒 身體又健康 對不對 感覺起來他應該要很幸福的 可是他就變成 叫做豪門怨婦 有沒有聽過 豪門怨婦 有沒有聽過 他家就很有錢的一個勞工 對不對 什麼事情 也不用掃地 也不用掃車 什麼 也不用煮飯 對不對 他就被事後的像慈禧太后一樣 對不對 那照理講應該是不是很幸福啊 可是他為什麼覺得他很痛苦 有沒有 很多都這樣子是不是 為什麼 就不會轉嘛 那心念不會轉 如果老公怎麼樣了 對不對 他就不高興了 如果誰誰誰怎麼樣了 他又不高興了 對不對 其實他已經很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知足常樂 知足常樂 就是會轉嘛 哎呀今天呢 今天你看我們有得吃這樣 太好你看 非洲現在還有很多人沒得吃啊 對不對 我有一個佛友啊 他之前常去菲律賓 他跟我講 菲律賓有很多的叫做垃圾山 垃圾山 然後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山裡頭 啊 幹嘛 那垃圾來了以後 他們就會去找裡頭有一些吃的 哇 好可怕喔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到垃圾山 還有人這樣子 欸 現在還有啊 對的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菲律賓吃的多好 對不對 你看這麼好 旁邊都沒有垃圾 那你想要在垃圾 你在垃圾堆裡頭去找那些食物 然後你就在那邊吃 不過話說來那些人 吃的倒是也蠻開心的喔 為什麼 因為他能吃到啊 聽懂嗎 因為他能吃到 他已經覺得很好了 比吃不到 就是挖垃圾 一直挖什麼也沒有 他 他今天還不錯 他還挖到 這個有點不好意思 挖到雞腿了這樣 因為麥當勞 很多就在外當勞的那個 那個收水桶在那邊撈啊 有沒有 因為 接著不用到 到菲律賓來 其實美國也有啊 美國也有啊 貧富不均嘛 很有錢 他雞腿啃一口 就丟掉了 那旁邊的人就好高興 哇 那你看 那個丟掉說 這雞腿這麼難吃 旁邊講說 喔有雞腿怎麼這麼好吃 素的啦 不然這樣 在佛前這樣講 好像怪怪的 我們就說素的 素雞腿 這樣比較不會有掛愛 你們不掛愛我會掛愛啦 素雞腿啊 說清楚啊 是不是啊 素雞腿啊 不然人家說 那個慧前法師是怎樣 為什麼一直在吃雞腿吃雞腿啊 這樣 唉 我要講清楚啊 素雞腿 他一次 唉唷這是什麼素雞腿 這麼難吃 他已經吃罐 吃罐好像什麼東西 不好吃丟掉了 有 有沒有這樣 有啊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有個現象 我真的是 印象很深刻 我在美國呢 有自助餐廳嘛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已經快要結束了 就還有一些 反正我們吃素啦 反正就是吃一點點那些 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那些美國學生 因為已經大概沒什麼人了 開始呢 拿那個麵包 大家丟來丟去 你丟我 我丟你啊 這我親眼看到的 這我親眼看到的 就是他的食物 真的我們說就抱枕天物 你知道嗎 很多人沒得吃 他的剩太多了 那他就拿起來在玩 你知道嗎 我丟你 然後你丟我這樣 他就玩 因為不能拿石頭啊 拿麵包來丟來玩 在那邊玩 在那邊鬧 美國的大學生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但是 就是有時候 你會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 所以說同樣的事情呢 有時候就是我們會轉 其實會轉就是會想 你會想不會想 對不對 譬如說 我們再講一個 譬如說 我們有一句話 別人騎馬 我什麼 我騎驢啊 對不對 人家騎那個快馬 對不對 又帥 又快 又壯的馬 我騎那頭驢子 要走不走的 他有時候還要下來 牽一牽他 對不對 別人騎馬 我騎驢 好像我很不如人家 對不對 很懊惱 但是你看一看 後面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推車漢 不是沒得起 他還要幫人家推車 更辛苦啊 你還可以驢子 驢子載著你 就不用走了 雖然他比較慢一點 對不對 總是你還不用走嘛 但是後面還有推車 人家還很辛苦 在那邊推車拉車 為了要生活 那你在騎驢的 你要是看前面 你就很痛苦 你要是看後面 就覺得 我不錯啊 對不對 這就是會轉不會轉 你會想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不錯了 你要是不會想的時候 你就還是 哎呀我沒這個 我沒那個好像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一樣 你看我們有些人 你可以看到 他的感 你看 他的爸爸媽媽 怎樣對他不好 他的誰誰誰對他不好 他的兒子 天底下沒一個對他好的 對不對 不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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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為心回轉 善成門 如果我們會轉 會轉呢 怎麼叫會轉 不會轉 就是你要順著因緣 順著因緣 隨緣 所以你看 普賢十大 願王有意願 就來講這會轉 不會轉的問題 他叫恆順眾生 你要恆順眾生 你不要 如果你不恆順 你就不會轉了 你就轉得很辛苦 很痛苦啊 是不是 你要恆順眾生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會成 他說 師父這次我們就講 念佛 華爺念佛三妹 我就 我就說好 恆順眾生 很高興 對不對 他說他第一個 師父你講這個 我說這個不好 他又講第二個 我又說不好 第三個不好 師父那我們下次再找你好 這次先不要了 不想你可以試試看啊 人家請你 你就說 師父講這個好不好 你說 這個不是很好 不然師父這個好不好 你又說不好 最後一次他就再問你 你又說不好 他說 喔 師父這樣子 那可能我們根基不好啊 我們 因緣就沒有了嘛 所以你要恆順眾生 你要恆順眾生 所以呢 他喜歡吃甜的 你要跟他做朋友 你當然要先請他吃甜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他喜歡吃鹹的 你就每次都故意弄甜的給他吃 你看看 最常見的就是 這個 譬如說你家裡頭有老人家 要孝敬的 對不對 他明明就是喜歡吃甜的 那你這個故意弄鹹的給他吃 那你是什麼意思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你要恆順眾生 因為你要跟他結善緣 要先以欲勾籤嘛 先以欲勾籤 欲勾籤就是說 他喜歡什麼 我就盡量 用他喜歡的 對不對 譬如說大家喜歡聽音樂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 明天晚上我們就一邊唱 一邊講 這就恆順你們眾生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阿不然每次都是我自己 在那邊獨角心那邊講講講 師父我對 你講的都對 對對對 對到哪裡去不知道 所以說 有時候還是要散巧方便 要散巧方便 一邊講一表 一邊唱一唱 唱了你心花開的時候 我們再跟你點一下說 對啊 師父這樣講有道理 對不對 因為你開心的時候 你歡喜的時候 你就容易接受嘛 對不對 你不歡喜 你不高興 跟你講什麼都有沒有用 對不對 很簡單 比如說 這個先生 太太需要 想要先生答應他什麼事情 對不對 要不要看時機啊 要嗎 你不要他在那邊很累 生氣的時候 你去跟他講 他正在生氣的時候 老公我們明天去住假好不好 我氣得要死 我還跟你去度假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不要說 我們普通我們跟人家 溝通事情 有時候要看 看他的臉色 對不對 要看時機因緣 看臉色 所以我們呢 要讓眾生有歡喜心的時候 你才容易度得到他們 不要說度啦 比較好溝通嘛 是不是 他現在正在生氣 不要說老公 兒子也是一樣嗎 你現在想要勸你兒子 他現在正在生氣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找他 哎呀 不要自找麻煩嘛 對不對 他現在在生氣 他現在在懊惱 你就等他稍微氣消了一點了 對不對 兒子啊 也沒有這麼嚴重啦 對不對 你看 我以前還不是怎麼樣 怎麼樣 不是也是過來了 但是他現在正在氣頭上的時候呢 你跟他講什麼 都沒有用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自己學佛啊 我們要盡量常常保持歡喜心 如果你常常在起煩惱 那真的你靈命中的時候 師父跟你講什麼也都沒有用啊 真的 所以說這很重要 你現在要培養常常就是怎樣 歡喜心 所以我們靈命中的時候 欸 很歡喜 那師父一直跟你講 對啊 我要往生西方 你就很容易接受了 如果你這一生就是常常 這也不甘願 那也不甘心 那靈命中也是這樣 你看那要講開示 是容易聽得進去嗎 不容易 所以不要給自己製造障礙 我們心要 心胸要打開 要常常歡喜心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會轉不會轉 會轉的話 成佛其實不難 不會轉的話呢 明明其實已經很好了 可是你都是往不好的方向去想 都往不好的方向去想 那就是越來越痛苦啊 那很可惜 好 所以這個念法生佛 念彼如遮那佛 我就可以進入我們這個華顏的這個法界 那就是前面講的真空觀 你進入真空法生 那自然你就可以達到它的爆化生的這個境界 因為呢 李氏是無礙的 李氏是無礙的 那最後呢 就是說念阿彌陀佛 普賢這個大願 要靠這個念阿彌陀佛來圓滿 那因為這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就是說沒有辦法 每個都來詳細看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選幾個 比較 這個為什麼不會動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剛才不會轉就不會動嘛 現在會轉了它就會動了 這也是會不會轉的問題 對 好 那 對 因為它是iPad 不是我的Samsung 所以不一樣 iPad跟其他的平板不一樣 所以我要順著他 不能用我自己的之前的習慣 要很順他 很順眾生 對 一樣阿你看你用iPhone跟用Android的手機 對不對 就不一樣嘛 你不能用iPhone的手機去用Samsung 那個Android 對不對 用Android的方式你不能去用那個 他有他的那個因緣嘛 我們叫很順眾生 什麼都是一樣的 好 那因為講到念佛 最關鍵就是說 那怎麼念佛 念佛 這個就是 他就引這個文書菠蘿經裡頭講的這一段話 我們這個彭老局勢 怎麼念佛呢 他就引了這個文書菠蘿經允 欲入一行三昧 因楚空閒捨諸亂意 不取相貌 細心一佛專稱明治 好 你看這個經是菠蘿經 可是 菠蘿經怎麼修 在菠蘿經怎麼修 他竟然教你念佛啊 當然修菠蘿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沒有好的方法 那現在文書菠蘿已經告訴你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細心一佛專稱明治 專稱明治 就是專念阿彌陀佛 這樣就是可以修一行三昧 就可以正到菠蘿波羅蜜了 所以其實念佛很殊勝的 不但可以往生西方 對不對 可以往生西方 還可以現在你就可以正到的 般若十相的境界 念佛啊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文書菠蘿經講的 那麼是我們這個老居士 他在這個第三門講說 念佛名字是一個很殊勝的方法 怎麼個殊勝呢 他現在就用文書菠蘿經來告訴我們 你想要修這個一行三昧 很快的能夠正到菠蘿十相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怎樣 你在空閒處 然後捨諸亂 就不要胡思亂想了 萬元放下 有沒有 然後呢 專心念阿彌陀佛 然後隨佛方所端身正向 能與一佛念念相敘 所以他是講的就是我們 平常在念佛在做的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 譬如說我們淨土凡英 那個好像過不久會不是有佛意嗎 是不是 三不五十都會有佛意啦 八觀再借啦 就會來念佛嘛對不對 你看就是安安靜靜的在淨土凡英 那麼我們大家呢 萬元放下 對不對 進到了淨土凡英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下 專心念佛 你這樣除的是在修淨土法門之外 同時也在修聖身菠蘿菠蘿蜜的諸法史相 所以念佛是很修聖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念佛很修聖 所以都有點看不起念佛 念阿彌陀佛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這些人都沒有好好看經典 如果好好看經典 就像我們這老居士 你看這大學霸對不對 他看的夠多的時候他知道念佛好 念佛好 我們沒有辦法看很多 我們聽他講的就沒錯了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不會有太多人來 什麼繁雜的事情來影響我們 然後我們就萬元放下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一直念 不要再想想東想瀉 不要想說佛什麼時候來啊怎麼樣啊 都不要想 你就只管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那你這樣慢慢念念到 功夫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足佛 这个有两方面 一个是讲他的 可以见爆化神 就是见到这个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也可以见到什么 法身佛 见到法身佛就是诸法实相 就见一切 极非一切 世明一切 就是当你念佛的时候 很简单 我现在念佛念得 很好的时候 你老公怎么样对你 大教小生教 你会不会在意 你真的念得很好的时候 我才不管他 阿弥陀佛 这老佛极非老公 就这样 他念他的 你如如不动 老婆也是一样 你念佛念得好的时候 他在那边 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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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然後他一開始很生氣 可是你知道一個人生氣 就是要有人跟他吵 他才會繼續生氣下去 但是他要生氣你就不氣 你就還在微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就氣不出來了 他氣不出來了 好像說我們常講這個碗要兩個碗才會響 對不對 好像我這杯子 我現在晃來晃去他不會響 你要拿另外一個杯子 他就會ㄎㄧㄤㄧㄤㄧㄤ就會響 所以你要吵架 那就要有一個對象可以跟你吵 如果你先生要跟你吵架 或你太太要跟你吵架 你就是阿彌陀佛你就不跟他吵 他就會去找石頭了 跟石頭一樣嘛 他乾脆去找石頭算了 對不對 他看你就跟石頭一樣 你不回應嘛 但是如果你跟他回的時候怎麼樣 這好 就越吵越大聲 越吵越大聲 甚至是手腳都動下去 那你自找的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就不管他怎麼樣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不取餘相怎麼樣 如如不動嘛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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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 普贤恨怨品云 欲成就如来功德门 当休十种 广大恨怨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乃至这个叫普皆回向 于此愿亡受持独诵 临命忠实 吉德往生其乐世界 这是我们常讲的 普贤十大愿亡最后怎样 倒归吉德净土 这是《华元经》的经文 所以整个《华元经》在于普贤恨怨 那普贤恨怨最后又倒归吉德世界 所以那就是我们通通用这一句佛号 来求生净土 那就是合于普贤恨怨 因为普贤恨怨也是要往生西方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一句阿弥陀佛也是要往生西方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句阿弥陀佛就具足了 普贤十大愿望 就具足了 因为最后都同归吉德世界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这个大海水 对不对 我们新加坡河是不是最后也流到大海水流去 对 那中国的长江也怎样 流到大海 黄河也流到大海 我们台湾 譬如说有这个基隆河 还是有什么河 你看 所有的溪流最后都怎样 都进入到大海了 进入大海了以后呢 他会不会说 这个大海 这个海水好像是基隆河的海水 还是新加坡的海水 有没有再分这个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现在去捞一瓢大海水 请问你这是基隆河的 还是长江的 还是新加坡的 没有了 你进到大海没办法分 它是同一个大海水 对不对 所以一旦能够进到极乐世界 没有分别 不管你修普贤恨愿也好 我修阿弥陀佛也好 或者是你拜金拜灿 回向最后 反正呢 你最后进到大海水 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你看让我们念佛 为什么念佛 第一个不用花钱 你要布施 你要有钱 对不对 或者你要有法 如果法布施 你要有法 对不对 你又没有钱 又没有法 那你说 那我做做义工 那你要有身体健康 你说你要布施的时候 你要有一点福报 不管是你的身体上的健康 也是一种福报 对不对 你物质上 那你有这些财物 你也是一种福报 你要有某一些福报 你才有办法去行布施 那万一你不是那种福报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可以念佛 念佛 就只要心念 嘴巴念是嘴来辅助心念 你只要心里头去念就可以了 不管你现在是很有钱 或者是没有钱 不管你的地位 现在是很高的地位 或者是乞丐 或者你身体现在很健康 或者你现在已经快要往生了 都不影响你 现在可以念佛 对 不影响了 那这样你心可以念佛 就进入弥陀的大院海 就进入到的 这华原无尽的世界海里头 没有分别了 虽然你可能是只是这几身佛号 一开始 譬如说 你不要说 基隆佛河 我们就说我们的小水沟好了 小水沟看起来不怎么样 对不对 它一到进入大海 它也是大海 小水沟的水进到大海 也是大海 虽然我现在佛号念的可能没有很好 但是我 就是 信愿 非常坚定 我一定要往生 虽然我念的不好 最后还是被我们 念到极乐世界去 那就跟这些诸佛 菩萨 圣人的境界 是同一真法界 同一个极乐世界 同一个大海 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那你说这殊不殊胜 殊胜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虽然我现在很糟糕 念佛也念的不好 但是 这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肯念 你只要有信心 有愿力 就可以往生 一旦往生 就好像这小水滴 小河流 一旦进入了这个大海里头 那就跟所有的 长江 黄河 这些最有名的 你已经完全跟他们一样了 因为他们 长江虽然很大 黄河很大 再怎么大也不会比大海大 对不对 进到大海 没有再分你什么长江黄河 不长江黄河的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很殊胜 你不要看说 别人好像什么念什么经很好 当然念什么经都很好 修什么法门很好 当然也都很好 但是我们念佛 从而有他的更殊胜之处 因为我们 我们葬生 会前 我们业障很重 智慧很浅薄 所以你要修其他的 很难成就 所以我们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 把我们这个臭水沟 对不对 我们是像臭水沟 要不然我们 进到大海以后 你就再也不臭了 对不对 你再怎么臭 对不对 你看那你很臭 可是把你丢入大海 你还那个臭味在那里 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这是念佛 很殊胜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念 然后我们要信念 就一定要往生 一旦进入了佛法 这个华沿大海 极乐弥陀大怨海中 那就不是我们现在 凡夫想象的境界了 好 那么这次 因为这个华沿念佛三昧论 真的要好好讲 起码要讲两三个月 就是每天讲两个小时 每天讲两三 起码要讲两三个月 我看第一天可能是一百个人 第二天就五十个人 讲了一个爱里以后 又是剩下慧晨跟我 所以我就说慧晨我们 讲两堂就好了 我们就见好就收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说 虽然这个是蛮大的一部论 不少 要细讲当然是 我就讲要讲很久 但是我们新加坡的特色就是 时间很重要 没有时间 问题是没有时间 时间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只能 在最短的时间 一定要把最精华最重要的 都掌握起来 就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也算是完成了 那当然有姻缘的话 再看看以后我们的姻缘怎么样 好 那我们就做一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八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里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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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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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